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坐在我面前的 是我們台中空曉即景三國曉 校友會理事長王淑喜學姐 學姐好 好 真的很開心 今天我們八百裝飾撼衛中華協會 這街牌儀式啊 學姐也是遠從桃園中立那邊趕不回來 謝謝學姐您的參與 我們八百裝飾協會啊 感覺到真的逢必勝負養 謝謝 您當理事長已經好幾個月了 幾個月以頭 相信你做了不少事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也有很多自走的地方 是不是 沒錯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有些時候他會限制 比如說要打幾計針啊幹什麼 但是呢我們還好 比如說在上個月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送M95口罩給醒三國曉 當時我沒去就請我們的秘書長 帥的李堅師的代表 送到學校送了12盒 一共200多個口罩送給他們 因為這個時候是最需要的 我們希望說這個師長能夠非常健康的 來照顧小朋友 所以他們就代表然後就送去了 所以我們雖然疫情當然有些不方便 但是呢我們還是一樣的在進行 上個禮拜呢我們也下去 跟上一屆的王中旭理事長 我們做了一個財務的交接 順便呢我們也開一個臨時的李堅師會議 我們在會中呢我也跟他們講說 今年聖誕節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副理事長 然茂盛他在一個聋雅學校做志工 我聽了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已經跟他口頭 在這個臨時的會議呢 也把他通過了聖誕節的時候 捐一萬塊給他們 這一次的話我們下去當天呢 拿了一萬塊錢給請三國小 他們畢業小朋友買禮物 那我捐了給他們一萬塊 那當天的話就交給他們學校了 所以我們這個雖然疫情 有很多自愛難行 但是我們也是一樣照樣的 很多事情都在進行當中 是不是 你真的太不簡單了 這兩年真的是疫情嚴重 沒錯 但是您接了理事長之後 還是能夠克服各種困難 來解決這些相關問題 因為這個整個學會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是 那協助我們這些校友 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可能大家都是在邊邊都等著要看 所以說我們要如何做更好 這可能就是你責任這麼大的地方 是的 你剛才提到這個 N95口罩 是 N95口罩 據我了解 好像你看看那一盒 那一盒有幾個 二十個 二十個 不便宜 是五十五年班的一個張世雄 張學長送的 當時那個我們開校有會的時候送的 然後後來剩下來的 我們就拿去捐了 國小 是 上次我在群組都看到 學姐好像有偷出來 說那一盒好像就要千把塊 要要要 是 那個 它比N95口罩更好 是 它透氣 M95口罩不透氣 而且它可以固定 而且非常的密合 所以是又抗菌 所以非常好 我們也很感謝這個校友 是 你真的 我們這些校友真的太可愛 是 他們真的是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有力出力 是不是 那接下來我這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學姐 在往後 您還有很長段時間擔任女市長 那近期的將會還重大工作有沒有 近期的 我們現在呢 現在的話 我們 我這一任的話 我 也是 為了感念以前的這個會長 所以我們就是讓 請他們當永久的榮譽理事長 就感謝他們 那另外呢 也請一些這個前期的大學姐大學長 然後請他們去顧問 藉重他們的這個 學養 那個能力 也感謝他們 聘請他們當顧問 那另外的話 我們就是盡快的要把這個棒子交給醒山 對 這次我也很開心的就是 我們 我們宣 我們台中風曉校 校友會 我們第一期有刊物 我們第一期都出刊物 那這一期的刊物呢 我們的副理事長已經可以接手了大概上手一半了 覺得非常高興 慢慢的可以整個都可以接過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團隊是非常優秀的學弟學妹們 哇 一個協會 非常感謝他們 一個校友會啊 能夠 或是協會 或是說 什麼團體 人民團體 能夠出刊物的 這次也不簡單 你們這個刊物是多久 四個月出一次 四個月出一次 對 哎呦 我聽說 這個刊物好像前陣理事長好像繼續在這個為刊物的努力 對 因為以前的話 他電腦比強 所以都是他一手包辦 那因為他現在變 現在算是我的輔導理事長 那他已經卸任是榮譽理事長 那總不能還一直他做對不對 對 那總是要有新人要接手 所以呢 也請他來輔導我們的副理事長 兩位副理事長來接 我們那個副理事長王理事長說 我們這一期的刊物 其實我們的副理事長已經做得很好的 現在只插照片 還要練習一下 就完全上手 是 因為前一任理事長 上一次 你們在選基金的理事長的時候 是 我有反問過他 是的 他的為人非常隨和 他很很實在 而且真的是他苦辦實在的人 非常好 很優秀 是 那學姐真的是 你未來還有 一陣子幾年 兩年 兩年 來年多 不要擔心 你絕對會做得很好 謝謝 謝謝 這個 絕對會有很多的貴人來協助你 謝謝 我們今天這個會晤 絕對會發展得非常好 非常順利 謝謝 謝謝 如果說 可能有些什麼困難的話 我們八百協會也都是你的助力啊 是不是 是的 很感謝八百協會 真的是我們台中空曉之友 對我真是也是全力力挺 非常感謝 而且而且這個我們空曉這個 奔起三國小的所謂校友會啊 人才激起了 絕對可以做得很好 謝謝謝謝 今天總而言之啊 非常謝謝學姐您的光臨 讓我們八百真的是感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最後我們還是祝福一下學姐 謝謝 人體健康 協會發展能夠非常順利 謝謝學姐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我們大家看完了台中空曉 即醒三國曉 校友會理事長王淑喜學姐的專訪之後 大家的感觸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深呢 時代與時俱進 台中空曉已經走入歷史 需要我們現在的醒三國曉來傳承 我們期待現在的學弟學妹們 能夠接下這個棒子 能夠把台中空曉以及醒三國曉 更加發揚光大 我們在影片當中 大家看到了 這些學長學姐們 這麼努力的辦刊物 辦活動 接近這些弱勢的團體 出錢出力 我們只能說 他們好棒 我們要效法他 希望他們能夠做得更好 未來能夠做得更加理想 我們為他 我們為他加油 再見